269 標題是檢討 就是標題講的 這話主要就是戰後的檢討 然後合理一些對決中的射點 看到的是暫時明明來到一間糖果店 與一個老人見面 然後糖果問了對方多少錢 時間回到現在 上次那個聲音果然是真些 我們看到銀骨回到自身身體 這裡有提到說 浮衛頭還暈暈的 他說這真的是無量空主的影響嗎? 旁邊還有一句沒說出來是他一問 難道我這樣就沒事了嗎? 之前說有讓浮衛承受5次無量空主 來讓魔虛偶適應 他的腦子受到非常大的負擔 事到如今還要用這種對話嗎? 給人好像還有伏筆的感覺 雖然我們會疑問 浮衛竟然只有一點頭暈而已 但也有可能這只是作者對自己的吐槽 浮衛想要跟各位道歉 但正義說還沒輪到你 而且他也不覺得浮衛需要道歉 或者是浮衛 武藏也有想要道歉的事情 在這神之下不說話了 這整件事情沒有誰的錯 最錯的人就是5條了 因為他決定留下武藏這個樹能是瘦頭體 正要說武藏也是這次事件的受害者 不能說他講錯 因為他不知道武藏的出生 實際上武藏應該能說是整件事情的當事 至於5條他可不只是想要保住武藏這個人而已 從後來就知道5條對樹能這個怪物多有興趣 本來的下部也是支持武藏死刑 是因為葉娥的關係他才站在這裡 大家不要有罪惡感 就跟他一樣是因為葉娥的關係 今天會變成這樣也是各式各樣的原因 他說的一點都沒錯 雖然他主張說是因為5條不支持死刑 但真正的原因是因為這樣嗎? 這要想的話其實一切的起因是因為眷屬想要試圖打破天月的輪迴吧 然後提到一股是怎麼回到自己身體的 因為我在換到5條身體後 李香這個額外建構的術士就直接與一股斷掉的連結 但他領域術士少壞後他以為自己就要死了 因為之前眷屬在領域後還可以自由行動 使得他們誤判了這個結果 這裡這下部也有說眷屬可以攜帶複術術士 還可以在領域後自由活動不影響他自身的術士 這可能是解裂術的應用 我們這些菜鳥要去模仿千年前的術士的技術太難了 之前眷屬也有利用為受影響的腦子打開領域 這種方式根本沒有人可以辦到 眷屬在打開領域後還能一定程度的維持他自身的術士 朱爾講過領域後會使用術士困難 不是完全用不了 根據日下部的說法 這真的是要非常高程度的解裂術才辦得到吧 朱爾也講過Geno是使用解裂術的高手 遺骨回到自身的過程其實跟他轉換五條時一樣 加入縫合好五條的肉體 然後遺骨再用眷鎖的術士轉換過去 接著全開翻的術士來完整肉體運作 後來的方式一樣 加入縫合遺骨的肉體 再從五條回到遺骨的身體 本來李箱已經斷掉與遺骨的連結 就在遺骨燒壞的術士回復時 他想辦法再建構了一個術士空間 然後再次與李箱連結 這樣就可以再使用眷鎖術士了 這邊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當加入縫合好遺骨肉體後 李箱就一直用凡暖術士修復遺骨身體 原來李箱自身是可以用凡暖術士的 我想這裡做的主要的用意是想告訴我們 這個李箱的存在已經不是詛咒了 生天前那個李箱就是一個詛咒沒錯 但是詛咒是不能用凡暖術士的 因為凡暖術士的能力會把詛咒的負能量直接消滅 這裡作者告訴我們現在這個李箱的存在比較接近四神 可能做的是想說李箱都已經節奏了 那生天的那個李箱還留一個詛咒給李箱也太奇怪了 這裡直接一個凡暖術士解決這個說法 再來是對決術挪的檢討過程 他們在想如果李箱留下來讓珍希去對付眷所 再搭配日車的術士以及咒炎 要打倒術挪就很輕鬆了 其實這個問題李箱之前自己也有檢討過自己 有幾個問題就是東方的術士無法移動珍希 這樣會增加偷襲的難度 再來世光的咒靈超速還是派上李箱比較好 而且面對完整的術挪咒炎可能會導致狗卷掛掉 後來是因為術挪變弱了不少 說起來東方配上日車才是最強搭配吧 難怪作者要自開東方讓他去輔助伊古 這裡看到日車他沒死他說 當時術挪只是在玩他而已 要殺死他根本容易 如果伊古在場 術挪一定會很快殺掉有殺招的日車 而且就更別說他還有召喚條件 他的領域中也無法傷害他人 咒炎只能在伊古的領域中執行 各種阻礙而言都很困難 還有就是米給倫與拉魯這兩人 如果有他們在日車的能力成功率很高 只是這兩人有出場條件 所以伊古也不能保證兩人的登場 這裡有提到說武藏手上的裝備是從李箱武器庫拿的 還有就是他們當時在一個地方看現場畫面 那個地方竟然是在李箱的身體裡面 不過也多虧在這裡 趁才可以快速支開李箱與術挪 接著每個人的檢討 東方沒有救到武藏跟帳象 原來是因為術挪中心的咒力太強 他掌握不到 當時還以為是距離的關係 朱葉有說他當時也在中心 只是他先被幽幽救走 當時應該要先救帳象的 武藏說如果我救帳象那我就會死 日下部當時也是在中心被幽幽救走的 不過有看到畫面 這裡做得不上朱葉本人的說法 三輪當時去幫真希開簡易領域時畫面不是很清楚 這裡他本人直接說明了 再來他有提到真希可以被東方救走 是因為他被標記了 這個標記應該是只用簡易領域覆蓋真希 讓真希也成為東方的舒適對象 他當時還很怕如果我只救走他的話怎麼辦 結果他還是參與戰鬥 而且他是擅自加入的 因為如果他說的話日下部一定不肯 希公沒有參與戰鬥 但他有用掃把帶明明去戰場遠處輔助 這一段跟三輪簡易領域一樣 當時有演出來但不明顯 只看到明明旁邊有一個人 原來就是希公 趁有說本來他打贏李梅後就要去對付宿諾 但對方太強的打不贏 看來李梅拉印象深刻 不過只要趁一直中他獎遲早能贏 因為李梅的重力會用光 但前進是趁要一直中獎 這一段比較可惜的就是沒有完整的過程 做的只是用一個打不死的趁去描寫李梅的強度 再來這一段的重點 就是有關於新一流的束縛 原本這個束縛是為了不讓咒祖師學會設下的 這個束縛是新一流當家決定 後來漸漸被當家的慾望改變 條件有各式各樣 其中比較麻煩的就是姓名 如果你拒絕當家的要求 就會被奪走姓名 又有大概是被要求做什麼事情 然後不願意明明知道會奪走他弟姓名後 一個不爽直接殺掉當家 殺死後當家位置就交給了日下部 他已經把所有的束縛都解除了 現在不管是誰都可以用新一流 相當決定中虎仗就有用新一流 做的主要是想說明其他人也可以使用的情況 這裡明明還把新一流動到賺錢上 他說以後當家交給他弟 他就會設下可以賺錢的束縛 然後畫面就接到開頭 對方想知道怎麼能找到他 原來是聽緣告訴明明的 新一流當家的目的是為了統治咒術界 現在玉三家都很慘了 只要他不斷增加新一流的勢力 加上他接受壽命不斷活著 有一天他一定可以辦到統治整個咒術界 我這邊有個疑問就是時間 因為明明有提到這次的決戰 如果不再有人獨佔新一流 所以明明是在決戰前沒多久去殺當家的 可是他又是從天原知道當家的情報 這時天原應該已經被郡所抓了 所以他是在這之前與天原見面問出來的 然後才在這時候動手 不知道他找了多久 而且他弟早就會心一流了 也不知道對他弟的命令是何時 是在天原護衛那段時間嗎 因為那是自己人唯一可以見到天原的時候 可是這段時間他人應該是在國外才對 這裏作者沒有講 如果這整件事情可以早點發生的話 那親愛搞不好就不會死了 最後在違約留言說 雖然快要結束了 但他還沒畫完 所以他在這個過程中一直保持著新鮮感